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十点不一样 我是钱力如 我们首先要带您关注的是乌尔战争现在持续的升温 尤其乌东和乌南的战况是最为激烈 那么除了先前美国指控伊朗派遣训练员 还有技术支援前往克里米亚半岛 协助俄军操作伊朗制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之外 俄军会不会再出澳部呢 我们就来看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控了 他说俄军在赫尔松上游的水力发电厂 包括了集水区跟水坝设置的地雷 而这一旦引爆除了北克里米亚运河将瞬间消失 恐怕也会危及上百万人的性命 这将会是一场大规模的灾难 而换句话说赫尔松正在面临新一波的危机 来自乌克兰南部俄罗斯吞并的赫尔松居民大包小包 新家带卷跑到克里米亚 因为他们的家园现在面临巨大风险 卡科夫卡水滴发电厂水坝蓄水量181亿立方公尺 大约是翡翠水库的45倍之大 主要供应民生用水跟冷却核电厂下游就是赫尔松 一旦被炸掉直接威胁将近百万人性命 其那官员陆续要求民众撤离 尤其当地持续交火之际 赫尔松俄派副州长甚至指控乌军轰炸当地一座桥梁 造成至少四个平民丧生 不少车子也回顺 但俄军过去一周多也不断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 导致当局只能实施全国性限电 随着乌俄战况焦灼 俄国驻美大使日起还说 美俄直接通话的管道已经停用 不过美俄防长21号却还是在开战之后第二次通上电话 美方强调保持沟通的重要性 尽管莫斯科表示俄国总统普京对谈话抱持开放态度 但西方国家依旧打上大问号 TVB新闻做不懂 好不过俄军似乎也逐渐出现了一些物资方面的危机了 根据路透社报道 俄军最近在赫尔松炮火还有装甲部队行动都减少了 这是否显现他们面临了严重的人力补给 还有硬体上面的困境呢 也恐怕准备要棄守赫尔松了 是这样子吗 交给家琪说明 乌尔战争持续开打 不过现在乌军却透露俄军有节节败退的迹象 而且很有可能他们就要棄手南部大城赫尔松了 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呢 其实现在乌克兰的军队就讲到了 包括俄罗斯军队他们的炮火装甲部队行动明显的减少 而且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困境 包含在原力啊补给跟硬体上面都有出现这样的危机 不过我们透过这张地图带你来看到的是 现在俄军很有可能他们预估呢就会来棄守着赫尔松 慢慢的退退到涅薄河这个地方 而涅薄河对于两国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地位 也因此有没有可能让俄军退守到这个地方 现在都在关注 不过现在呢美国国务卿当然也很关注这乌俄的战情 尤其是伊朗提供更多的无人机 要帮助俄罗斯军队来攻打乌克兰 那么身为乌克兰的盟友的美国 当然也就说了他们也要提供无人机 送给乌克兰来镇守家园 但现在呢现在包括了美国跟俄罗斯两国的国防部长 是通起了电话 这也是呢就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的第二度谈话 那么奥斯汀就说了乌战持续保持通话的重要 当然也呼吁俄罗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停火 但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就讲了 其实他们讨论很多包括国际安全 当然乌克兰战争也在里面 但现在两方怎么谈有没有共识 恐怕只能等后续他们释出更多的消息了 好不过最近大陆驻乌克兰的大使馆突然发出了这一张的撤侨令 那这是否代表战事升温的征兆呢 不过我们来看有专家认为说这可能是大陆官方对乌克兰整体预判情况是不大乐观 另外还有战争如果持续下去的话 乌克兰境内包括了像是能源跟电力短缺 恐怕让他们今年冬天会非常的难熬 再加上乌克兰出现了排外潮 极端民族主义高涨 不欢迎亚洲人所导致 但无论如何这看起来的确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意味 而在同一时间也传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可能联合开辟新的战线 将会从北面进攻乌克兰甚至再度瞄准乌克兰的首都吉辅 空拍卢干斯克俄军占领区地上一个个小白点排成长长线条 拉近看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乌克兰猛烈反攻 让俄军不得不找来瓦格纳佣兵打造长长路障 根据俄罗斯官媒报道 最终目标要盖出200公里防线 或许是乌东打不出破口 俄罗斯调派军队前往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 可能组成联军从北往南进攻 开新战线再度尝试拿下吉普 而在南部战线黑海沿岸 佐伦斯基指控俄罗斯扣押150艘运粮船 破坏当初粮食协议 一下传出要开新战场 一下又挡粮食运输 就算普京一再强调战争会在外交谈判下结束 目前还是看不到这一天的到来 TBS新闻综合报道 俄军一架苏凯34战机在17号晚间进行飞行训练的时候 意外坠毁 燃油外泄爆炸还导致了多位的俄国平民死伤 而现在俄罗斯媒体把这个错归就给中国大陆 认为是因为从中国大陆进口来的晶片故障率太高了 详情要再交给贾琪 俄罗斯最近发生了一起战机坠毁事件导致不少平民身亡 不过现在有人却传出了 这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来的晶片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待会看到透过这张图片 可以看到在平民公寓出现了一大团火花 原来是10月17号的时候 俄罗斯的苏34飞行训练 意外的坠毁在平民公寓 酿成了众多平民死伤 那么这件事情也在俄罗斯广秀讨论 俄罗斯的媒体就直接说了 他们引述了匿名人士的消息 他们说陆进口的晶片大约是故障率2% 但是在开战之后 俄罗斯工厂就面临了40%的故障率 所以是提高了20倍 那么在战战之后 供应链整个都已经大乱了 那么非正式管道取得了晶片 他们现在故障率又有4成左右 但是他们因为是非法取得的 所以申诉无门 那么没有正式的管道可以申诉 只能吃闷亏 真的是这样吗 现在中国网友听到之后 尤其是挺乌克兰的就说 拜托你们不要甩锅给中国 中国报也讲了 如果40%的故障率晶片 真的来自中国产品 那么现在也在考验 两国的无限友谊 看来两国都还没有承认 这样的消息 不过网友似乎已经先开战了 再来看中共二十大今天闭幕了 而在闭幕会议上面 中外媒体的焦点都集中在 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身上 因为他突然中途被搀扶 离席外媒 甚至从他的表情研判 猜测他可能是被迫离开 围起一周的中共二十大会议已经闭幕 但会议中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突然被提醒要离场 一旁的栗战书还扶了他一下 只见随乎努力搀扶起胡锦涛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刚开始习近平还有笑点 到第四次习转头面露不悦 随乎第五次搀扶胡才起身 离开前胡锦涛不忘转身 再交代习一句话 顺便拍拍李克强 整个过程引起了现场中外媒体的关注 The highest ranking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 after Xi Chinese premier Li Kyu Chang is not in the principal leadership list That indicates Li is retiring from that party role And as we saw this unexpected moment a short time ago That's former Chinese top leader Hyu Jintao led out of the room during the closing ceremony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whose exit Well they're not clear But he appeared to be reluctant to leave initially 上午十点钟 中共二十大正在进行的是闭幕会议 里头正在表决的人事案 你可以看到呢 在我的左右两边 总共两千五百名的中外记者 早走就已经排队在外面等候 时间往前推 二十大闭幕前 场内正在选新一届中央委员较为敏感 记者们在外等候 一个多小时才获准进场 全面准确坚定会议 换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 其中中共党章修正案决议 把遏制台独写入 这次还同时把有助于进一步 巩固习近平在党内权力的两个确立也加入 至于人事案方面 在现任权力核心中 李克强 汪洋 韩正和栗战书都退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 之前有外媒分析 中共中央政治局唤写幅度越大 表示习近平的权力越集中 TVB新闻陈旭一 陈向如 北京报道 好在闭幕同时 中国大陆官方也对外发布了20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 国台办的领导层将会大唤险 我们来看现年65岁的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并不在名单上 预估接任的人选将会由外交转为对台系统 那么有学者认为呢 这代表了习近平的新时代来临了 前十年是谋定 那么接下来十年将会是谋定而动 敢做敢为 他也强调了三个面向 包括了台湾陷入了中美战略的竞争 而且台路双方最大问题呢 在于目前是没有有效的沟通管道 另外台湾内部不团结的话 一到选举就会完蛋 那么预估在2024年将会是战争跟和平两者的选择 那么这一次中共二十大也通过了党章的修正案决议 将坚决反对与遏制台独写入了党章 那么这对未来台海局势会有造成什么影响 要再请教佳琪 中共二十大闭幕 不过对于台湾人民人最关注的依旧是两岸情势的演变 不过在二十大之后 现在反台独也羞辱了共产党的党章里面 那边提到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的贯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 而且这次还特别讲到了坚决反对跟遏制台独 那么其实他们认为在二一大的报告之后 可能会把台湾香港化 那么这个时辰表他们在列出来的时候 也讲到了2023年两会后可能就会底定原事 那么2024年台美都要选举了 那么在大选后的形势变化先观察 2024年到2027年就看台美的领导做法有没有不同 但对台湾的工作可能会需要交出一点成绩单 所以这淡大的教授赵春山就说了 大陆对台工资握重点 虽然没有时辰表 但是战略已经从反毒变成了统一的立场 那么尤其可能习近平想要交出一些成绩单 对台的作为可能只会越来越强硬 那么在中共二十大会期间 欧盟也举办了峰会 各国聚焦大陆的威胁跟影响 芬兰的总理喊话说 欧盟不应该在技术等关键问题上面 依赖中国大陆 那么爱沙尼亚总理则强调将大陆视为竞争对手 是非常重要的事 连续两天在比利时 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 多国领袖针对和大陆政府的关系 进行战略性讨论 欧盟主席特别提到 中共二十大发表了政治报告 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谈话 让欧洲国家感到不安 欧盟27国21号用三小时讨论对华策略 多数国家领袖都提出 面对大陆事务 欧盟国家应该团结 统一对华战线 不应该一对一面对大陆的挑战 但同时也强调 不要和大陆对抗 甚至断绝关系 此外欧盟国家有鉴于过去 对俄罗斯人员过度依赖 在俄乌战争开打后 发生天然气短缺的困境 也在峰会上审视了 对大陆的经济依赖程度 除了欧盟各国呼吁团结解决大陆问题 11月名为利剑的美日联合军演 也被日美解读 是美日两国为了因应大陆 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 才发动的军演 目的是为了提升守护日本西南群岛的能力 每日将出动三万六千人展开互导演习 TVBS新闻中的容林敏珍综合报导 中共二十大闭幕 而截至在星期六 总共有73架次供机 跟17艘共箭扰台 海巡署也证实了 住房在我东沙跟南沙地区的海巡人员 目前已经陈述了完成换装 吞下了过去的黑色制服 改穿隐蔽效果更强的虎般数位迷彩 这是八月九日 海巡与第四作战区执行重炮射击的照片 跟过去黑色制服不同 海巡身穿虎般数位迷彩 海巡署证实五月已完成统一换装 现在东沙南沙的人员就是穿新的 对比旧市与新市差异更明显 海巡署说新的更透气 也符合东南沙地区环境特性 打隐蔽效果 在这种蓝天绿海的状况下 我们讲白点 其实各国他们有私旅 军陆战队海洋迷彩 也不是这种所谓复外面 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一些 比较实际的武器来操作 会比较实在 认为强化防卫更为实际 空军一年一度的天龙操演 本周已陆续登场 这是两年前F16发射小尾蛇飞弹的瞬间 各个飞行和地面部队将进行战绩竞赛 夺下空中项目更能称为王牌飞行员 藉此展现官兵捍卫领空实力 中国军机有墙壁的威胁下来 要不要做这种正常训练 当然要做 你如果不收飞的话 其实他们在操作上就会失去所感 只是随着中共20大闭幕 整理这期间共击舰绕台次数 开幕前两天23架次共击出没 其中还有三架月中线 而20大期间统计有82架次共击 20艘共减绕台 曾经有一度好像比较减少一点 但是我个人会认为 其实这个可能跟天后有关系 特别是在军委会人选 可能还没决定的时候 双方各界的一个动作 相对来说会比较下降 我觉得这是可能的 那现在我们也看 20大今天会结束 结束之后下礼拜开始 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动作 我觉得是值得观察 确实共军意图将越线常态化之际 卧军海空防都不能打折后 TVBS和洪富华的丁廷台报道 台海局势升温 所以先前国防部宣布将会恢复征兵制 那外船改回当一年兵的首批阿兵哥 是民国95年之后出生的义男 但是依照法规推算 应该是民国94年1月1号起出生的义男 但对此目前国防部没有证实 也没有澄清 当年在陈公岭他秀出身份证 他是民国83年1月1号出生的义男 那一年启动募兵制 在他之后出生的义男 只需要接受四个月的军事训练 但现在 当时部长松口要延长兵役时间 至于什么时候开始 就看什么时间公布 如果是这样来推估 经过一年公告 最快民国113年起开始执行 那再改回一年征兵制的首批阿兵哥 到底是民国几年出生的义男 现在的社会氛围 几乎都说民国95年以后出生的男性 可能是恢复一年起兵役的第一批 国防部却没有对此做出澄清或证实 但根据兵役法第三条的规定 男子满18岁之后 隔年1月1号起义 如果照国防部计划 民国113年起要延长UV为一年 满18岁的隔年 也就是19岁来计算 那不就是民国94年1月1号起出生的义男 就得开始服一年的义务役 跟现在外传民国95年次的数字不同 不是95吗 因为他有很多说法 目前听到的都是几年开始要延长为一年 95 那如果是94呢 那就当啊 虽然当兵时间可能得从四个月延长变一年 这群94跟95年次的学生 都说保家卫国没关系 但国防部为什么一定要拖到12月 才要对外公布 就是他年底就要选举 所以他不敢公布 国防部强调没有选举考量 虽然现在还是不愿意证实 恢复一年兵役 搜批义男到底是94还是95年次 但如果确定是年底前公告 推算下来就是民国94年出生的义男 改当一年兵 除非又有什么变数 让公告日期再往后延 就可能会再跨一个年度 TVBS新闻苏泰银红彩轮台中 采访报道 好 今夜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要提醒您因应热带性低吸压 还有东北季风共办效应 所以台北市即日起 开放士林区疏散门周边 副条线红黄线停车 而在百林左右岸提外停车场 也有积水的可能性 所以北市府也呼吁民众要 尽速的移车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一个最新消息 再来关注的是选战现在倒数35天了 台南市今天的选战气氛相当浓厚 现任市长黄伟哲 低调跑了一整天的行程来辅选 而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谢龙介 他则是睽違了799天 再度找来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站台 详情要交给记者何一信来说明 好的 可以看到台南今天的选战气氛 也是相当浓厚 因为国民党籍的市长候选人谢龙介 找来了天王级的韩国瑜辅选 而他今天已经从台中跑到台北 晚间又来到台南 一天内北中南赶场 就是为了乡挺四年前 参选高雄市长时 对他情意乡挺的谢龙介 一起来看看稍早前的画面 我妈妈95岁 这两天一直提醒我 儿子啊 你一定要去谢龙介那里哦 你怎么知道 看电视啊 谢龙介哦 这个人啊 这么热情 这么重义气 你以前选举 人家跑前跑后 儿子啊 你不去谢龙介那边 你将来连做人都做不下去了 我就跟我妈妈讲 我说你放心 我一定会到龙介那里去 他就很安心 好的 另外在对手的部分 现任市长黄伟泽 他没有刻意 跟谢龙介拼场来个生病生 反而是低调浮选 担任起秤职的母鸡角色 因为一早八点多 他跑完市政行程 九点开始 就开始进行各区的党籍议员辅选 而且从早到晚 共跑了七场议员的辅选行程 两掌的市政行程 从市区到西边的新化 甚至最北还来到新营区 来看看晚间情况 当然班党籍议员辅选拉台 也趁机帮自己拉票 因此就算低调 人可以感受到 浓浓的选战氛围 以上是我们所长的情况主播 所以选战的脚步 真的是越来越接近了 不只跟谢龙介合体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今天也跟国民党台北市长 候选人蒋万安 两个人首度同台造势 而蒋万安一上台 就被韩国瑜开了一个玩笑 蒋万安也立刻送上了一个综艺帅 拉个男人 睽違三百天再度公开回到台北造势 一下车支持者涌入几爆 而这次替议长陈锦翔站台 更不忘提到他的名字 所以台北市长 拜托大家支持最优秀 最认真的蒋万安好不好 原本韩国瑜团队通知 下午一点就会到场 蒋万安则是一点半 不过就这么巧两方都迟到 韩国瑜在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到场 致辞到两点出头 刚好讲到蒋万安时 人就出现了 你们听到我在讲你好话 这是发自心里的 蒋万安委员 插亮台北市这张代表台湾的名片 韩国瑜马上亏了一下蒋万安 蒋万安也很顺势的来了个综艺衰 台上一片和乐融融 不过讲万安致辞时 朱立伦不断和韩国瑜摇耳朵 拉了我一把 给万安提醒 这就是议长 而在大同台前 韩国瑜讲到激动处 大喊想唱夜席 差点变成他的主场 被我们连胜文副主席一讲完 我热血澎湃 差点想要唱夜席了 蓝音几乎所有大咖都到了 马英九 吴敦一 郝龙斌 连胜文全都没缺席 但还是韩国瑜出现 支持者最热情 就连要离开了 也被粉丝挤到寸步难行 一度上错车 韩国瑜人都坐进车内了 才发现蒋万安坐在旁边 哎呀 这下尴尬了 赶紧致意离开换车 看来韩一辅选 对候选来说 不管是不是加分 都是话题保证 而无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 黄珊珊在参选以来 目前还没有跟清明党主席 宋楚瑜同台 现在更传出就怕流失中间的选民 所以支持者希望 宋楚瑜干脆别来辅选 跟着鼓声舍武足道 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 黄珊珊参加批克节彩接 一提到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三天两头就被问宋楚瑜 只怕开心不起来 黄珊珊保有清明党籍身份 自家主席挺不挺还是个谜 却已经有支持者打电话 到黄珊珊竞选总部 希望宋楚瑜别来站台 担心两人合体 反而会流失中间选票 宋主席对您来说 到底是不是加分还是够 从外界引颈期盼 到有反对声 宋楚瑜加持与否 黄珊珊阵营也看法不一 但评估再怎么影响作用力 都没有这个人影响大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水门案 惹民怨 曾是副市长的黄珊珊 柯黄市政一体的印象难抹灭 黄珊珊去跑滩 确实接受不少抱怨 刚好跟柯文哲都出席匹克节 两人同场不同台 重申没刻意错开 黄珊珊稳詹稳打 两位老板柯文哲和宋楚瑜 反而变成选情变数 TVBS新闻话哨评张明如 李品仪台北报道 而台北市长候选人 昨天才抽完了号次播 在网路上却已经开始流传 错误的图卡 把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蒋万恩的号次误止了 6号变成3号 让蓝音系的痛批卑鄙 郑重重复号次 因为前一天才刚抽完 没想到网路上却流传错误版本 国民党是议员财选 张维元贴出疑似是网友 整理的候选人号次名单 明明是6号的蒋万安 号次却显示3号 让蓝音痛批选举 可以不要这么卑鄙吗 另一头没顺利抽到 与自己名字有型号次的黄珊珊 有想到什么新梗吗 大家就觉得这个8就是5加3嘛 对不对 然后现在有两个 其实也是两个3 就是感觉起来差不多 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变成888嘛 就33888 我们觉得开心就好了 只是出席同个活动的民进党立委和志伟大合照时也不忘帮自家人宣传 仔细看左手比出一右手比出象征二的爱心 要帮12号的陈时中拉票 但怎么看有点倒反了 不过网路上也有人恶搞 陈时中的号次 图卡写着十二不赦 谐音十二不赦 民进党立委管兵林痛批 残酷冷血恶毒的游戏 适可而知 用这样的形容词 我想都是一种不礼貌的事情 我们是不会做这种事情 至于我昨天是抽到12号 希望得到12区的支持 明星党的最新宣传影片也强调了 陈时中走访台北12个行政区 还有相关动画设计 毕竟拼选举速度永远不显慢 TVBS新闻洪福华罗丁廷台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